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人认为赞姆斯不需要和乔达相比较 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球员 赞姆斯是一个化时代的伟大球员 勒布朗赞姆斯自从建联盟到现在 所取得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 而且他还在继续书写他的传奇 在明年 赞姆斯的得分和助攻都将进入历史前十 这一荣誉对于他来讲十分宝贵 因为赞姆斯不只想当一名出色的的分手 他更想成为一支球队的组织核心 以SPN评价道 詹姆斯在下赛季的篮板数也很有可能排进历史前五十位 赛季后赛当中 詹姆斯是得分最多的球员 抢断数排第二 主攻排第三名 火箭总经理莫雷说过 詹姆斯是现役最伟大的球员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NBA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而勒布朗对整个球队的实力影响非常大 而在2016年其实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 下一百分之三的概率渡冠 也加大了勒布朗对渡冠概率的影响 其实根本不用去看一些数据和对比 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这一点 就是勒布朗在哪一支球队 那么这支球队就会有总冠军的竞争力 这是很明显的 詹姆斯的对整个联盟的影响力 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一支云南球队在有它的到来之后 立马会变成一支冠军球队 例如2014年的西士顿和今年的胡人队 詹姆斯在这一方面已经是独具一格存在了 唯一能和詹姆斯比较的怕是只有乔丹了 乔丹一直作为NBA的招牌出现 也有着无数的记录 而且从直观上来说明 他的技职也比詹姆斯多三没有 不过詹姆斯的职业生涯一定还有五年或者以上 乔丹的后三枚总冠军戒指也是在33岁后获得的 而詹姆斯今年正好33岁 所以想在总冠军数上超越乔丹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 乔丹所在的时间是90年代 当时NBA刚刚从破产状态恢复 再加上当时媒体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NBA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没有现在这么高 乔丹和詹姆斯并不处于同一个时代 借他们打球的位置还有风格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将他们放在一起 比较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但在球场上的影响力 在场下 詹姆斯也影响着千千万万的青少年 詹姆斯是NBA乃至整个体育界的慈善大使 作为一个在没有WiFi的地方 不舍得用流量的吝啬鬼 詹姆斯职业生涯的捐款已 经超过了五千万美元 在加蒙湖人后 詹姆斯以原心系家乡 在俄亥俄州创办了慈善学校 以帮助那些贫穷的孩子们实现梦想 当然这只是詹姆斯慈善事业的很小一部分 他和妻子创办有机经会 为慈善事业的贡献不可估量 他对儿童教育的大力投入支持 不仅得到美国第一夫人的肯定 也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 甚至有不少美国民众在网站上请愿 希望詹姆斯出现美国教育部部长 詹姆斯确实是现在NBA球员的好榜样 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 他是现役球员中的传奇 也是这个时代的标杆 魔术马